今天很荣幸来参加水宝局的土石流灾害防救业务讲习 对土石流的灾害虽然是一个灾害 但是我们有一点感情了 我记得讲一点故事了 我记得民国79年最早 从79年到民国85年 做了全台湾的土石流的浅湿溪流调查 在那个年代土石流这三个字 我在几个地方演讲被提发问 就是说土石流是什么样的流 为什么它要预济溪 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农会的总干事问 土石流是跟这个泰国石流 阿拉有什么关系吗 那个是那样的年代才刚开始 但是到了现在 经过二十年了 我今天听了张教授的演讲 还有刘正千六教授的演讲 我觉得真的是进步千里 在土石流的不管是研究 或是在它的灾害方式上面 真的是有很大的进步 那在我介绍这个之前 我也讲一下 因为我听了张教授的演讲 还有刘正千六教授的演讲 已经不单纯只放在土石流上面 已经从土石流再往上 到了崩塌这个领域了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土石流从民国79年 在花莲县荣树寸建的第一座的预济系统 以来到现在 当然张教授做了很多法院学报局 但是这个准确性始终超过30% 也不是只有台湾 日本也是这样 所以张教授最后结论 就说请大家不要骂他 但我想这个 这个骂还是要被骂 被骂才会进步 对吧 我们也是 我记得以前 在神木村装的一个预警系统 隔天就发生土石流了 没想 然后报纸写 神木村连狗都知道土石流发生了 只有预警系统非常安静 那这个30%的这个魔障 到底在哪里 我也一直在看 但是我们从头到尾 把土石流完全就是用雨量来做他的这个预警 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土石流的东西就是土石 所以这次我开水宝局也有一个雄心壮志 要把这个土石流灾害以外的崩塌地化 这个也纳入到水宝局的法定灾害 出管的灾害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肯定了 那么崩塌跟这个这些浅层的崩塌呀 它可能是跟土石流关系非常一切 等于说提供的土石的材料的来源 所以像这个我以前做 我刚刚今天张老师也报了 就是在这个浅层崩塌或小规模崩塌的 这个发生的范围 雨量范围 跟土石流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 你到底是在做崩塌预警 还是在做土石流预警 所以这两个的观点性 我觉得值得我们再努力 在学界再去努力 那如果这个地方突破了 那么就有雨量 也有土石这两个因子都考虑的话 我想有一天会突破30%的这个门槛 它的准确性 那我今天因为这个 两位几位年轻的都讲的是极数性的 那我年纪大了就讲一些看图说故事 就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东西 请大家轻松一点把这个领带解开来慢慢听啊 那我介绍这个20年来国内国外的重大的屠杀灾害 也包含了崩塌 包含了土石流 就复合起来的这种灾害案例 我举了Top 10那是时间当时的最重大的 这20年来 好 请看一下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大自然界往前灾的灾害 这个圈圈代表是人类的这个生活圈里面属于趟灾脆弱性比较高的地方 能从别的这里就是形成灾害 那么引用的是联合国的这个紧急灾害资料库 来统计世界 这这从1981到2001 从1981到现在大概就是30年了 30年来的这个这个天然灾害的重复状况 那这里是这两个是亚洲了 南亚 东南亚 那看得出来亚洲还是天然灾害最多的地方 那到底下这边是中东 这些是比较少一点的地方 那看这个年代 1981到1990是这一条 然后1991到2000是这一条 2000到2010是这一条 好像每10年都在往上 不管是哪一个区域 看起来都在都在增加 那台湾的气候变迁的机器 是用1990当作气候变迁机器了 那确实这个气候变迁啊 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真的是有 尤其你做仿灾多敏感一点 1990也就是民国 1991是民国80年 民国80年以前 我讲那个铜门村的事件 铜门村死了四十几的 整个村子淹没掉了 是五十六淹没的 可是总雨量 总雨量才多少 四百七十几还不到五百亿 最高的十雨量 七十一个米粒 这样的雨量 拿到现在来 好像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那日本 日本最近这三五年来 真的是很轻松的 就总雨量破1000 十雨量破100 但是日本在前面 在1990以前 我还在那里念书的那十年间 很少看到总雨量破1000 十雨量破100 就确实是气候在变了 那请看一下 那这个也是从世界的这个 这个联合国这边 把这个灾态 把它做成风险图 这里是台湾 但是是黑灰色的 代表没有资料 台湾也是灾害大国 虽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这是日本 然后韩国 台湾 菲律宾 然后到印尼 这里是澳洲 这边是巴西 中南美 这边是美国 加拿大 这里是印度 过来这里是非洲 这边是苏联 所以看起来 亚洲 还有这个非洲 还有中南美 这些地方 似乎是天然灾害 非常严重的地方 当然非洲 主要灾害是在干旱 但是亚洲这边 似乎是地震 这个台风 屠杀 这些灾害为主 请看一下 联合国有一个资源的 这个就是到四季二地去协助这些属于天然灾害的突发事件的 有这么一个单位叫是这两个联合起来 一个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一个是人道主义协调厅 他们终于在一起对世界有些重大的天然灾害进行一些协助 那么从1994到2014 二十年间发现 属于这个天然灾害里面属于洪水跟土上 地活或是土石流 这种灾害是最多的 他们所救援的里面 再来就是地震跟海啸 再来就是一些这个 这个 预风或是台风 但这两个 可能六方上面这个 所以整个加起来 其实就是台风地震以及洪水 屠杀灾害 占了天然灾害里面 比较多了 当然这是他们自己统计的资料 请看一下 既然屠杀灾害这几年来好像有升高的趋势 慢慢比洪水的灾害造成了人命伤亡 似乎慢慢在增加 那么我们看看屠杀灾害到底包含哪些 要讲到另一 因为这次 我们在城大开了四个国际研论会 就把这个 地活 因为美国都叫 有浅沉的 有深层的 有深层的 叫Deep City 有小规模的 有大规模的 有快速的 也有慢速的 有土壤的 也有延坛的 有圆 有圆弧形的 有平面形的 有气形的 到最后每个人都自己在讲自己的地活 就是 对定义上面还不是那么样的量化 所以先不讲定义 今天讲 就山崩来讲是比较浅沉一点的 然后崩开速度比较快的 移动的距离比较远的 地滑就是速度比较慢 移动的距离比较短 那土石流就是已经成有几状态 类似这三个 那我们今天讲的世界的十大 屠杀灾害 所以这三个为主 请看一下 我先来做一个介绍 从2009年到2014年 我选择POP10 十个世界上最大的屠杀灾害 所谓大是以这个死亡加失踪人数 加起来最多的 来做排序 那么第一个是印度在亚洲 第二个是阿富汗 那印度这个是2013年的6月 就是去年 死亡加失踪 死亡来数5700 那阿富汗这个也在亚洲 是山崩诱发五十六 当然印度这个也是讲复合 也是山崩五十六复合在一起 那这个有加起来有2400个人 然后甘肃的周群 就是在2011年8月8号 8月8号 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那这个是加起来一千块一百人 然后在巴西 巴西里约的热内卢 这里是一个滨海的地方 是一个观光的省地 加起来一千多人 乌干达在非洲也有土石 我这里实在有点想不透 一个是周群 这个地方的年降雨量 大概六百 一点六百米粒 非洲这里更少 这个大概只有三四百米粒 那可见真的是期末有点怎样厌 小林 真正我们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 土方两千四百万 死亡人数四百七十四 再来第七名的印度 在亚洲 也是两百多 然后尼泊尔 尼泊尔在哪里 就是在印度 西藏之间 跟中国交界了一个三层 这个地方 常常有很多的崩塌 故事有发生 然后今年的日本的王道 死了七十几个 然后美国的华盛顿 死了四十几个 那我底下就照着这十个来灾害 来向大家做一点介绍 看胡说不舍 请看下一张 就分布在这些地方 第一名在印度的这个地方 第二名 阿富汗 你看从亚洲 到北美 到南美 到非洲都有 请看下一张 首先第一名的印度 在新德里的东北边 死了五千七百多人 毁了三百多个房子 受影响的来七万人 也是降雨造成的 降雨触崩的 复合型的 他有助十一位友善风 从六月十四号到十七号下了三百多 这个感觉上好像也不多 你对台湾这个灾害大多来看 我们觉得这个雨量 搞不好还没有到 战前灯教授的这个黄色警戒 那但是他的年雨量也到两千多 所以自然原因将分析啊 一个是强降雨 那另外一个是过度的开发 其实最重要是这一个占用的洪水平 在整个山谷的地方 因为新德里是当中的这个非常首都 在这个东北边这边 请看一下 在整个山谷里面 这个山谷宽啊 大概从两百公尺到三百公尺左右 那这是都市有通过的地方 那我们看看他的山谷 请看下一张 就是有这些崩塌 那这是他们的梯田 这是可能种茶种什么 不晓得 那这个景象非常非常的 好像好像在台湾 非常熟悉啊 我我看那个 这个台中的 这个这个几个地方 也是类似这样的 房子都已经挂在西边 男后啊 都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感觉上跟台湾很像 但是雨量就要比台湾要像 请看下一个 阿富汗第二名的 他是崩塌 他身上大概地化 二十到五十 是很深层的 他移动距离将近一公里 死了三百五十个 失踪 失踪看来也就死了 将近两千四百多人 三到四百五倍 也满 沿着七点降雨 然后又 没有这个脱脚的侵蚀 那么 来看看他的降雨 这个地方也是 没有什么雨的地方 我今年去了 他的这边 土耳其这边 还有他底下的 以色列 雨量都很小 像这个一年年雨量 才两百四十 我们的十分之一不到 可是他在这几天里面 下了一半米里 就占了快年雨量的一半 所以又发了这样的灾害 我有时候觉得 不能纯粹从降雨总量 或降雨总量来看 还得看他以前 他是干旱地区 还是说 他是常常像台湾 为什么三百多米里 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 因为 今年雨可以这样下 该崩的早就崩的 还能存在那里的 一定已经能够抗拒 这种三五百米 以下的东西了 可是 像这种比较干旱的地方 他本来也没下这么多的雨了 可能因着气候的变化了 突然下了一个比他 平常要大很多的雨 所以虽然是 只有这个一百米里 他也会造成两千多人死亡 这实在很难想象 如果台湾下了一百多米里 能死这么多人的话 可能现在台湾人口问题也解决了 不会有这么多人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 有时候要做预警基础 要参考国外的东西 方法可以考虑 但是那个数量 那个值 可能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今年累月来的这个不太一样 所有在看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时间 再看下来 这就是那个阿富汗 你看这个 崩下来了 近乎是流动状况 所以虽然这么深的这个花洞 可是雨量也不大 但是他的这个土体应该是高度的风化破碎的东西 旁边这个应该也在不晓得多久以前有发生过 那这个都是房子 这个你看到的都是房子 请看下来 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上游往下看 你看他们的房子都已经慢慢朝着这个山坡来发展 阿富汗是这样 今年的广岛也是这样 就是从平地啊 就往这个这个山坡发展 往这个河谷发展 再看下来 甘州州区2010年8月8号 这个地方我去过 我灾后 我在2011年左右去了 那 年雨量才 这应该是差不多600 这个地方 差不多600 一年下600 低于世界平均的700 可是 在那一次里面 它下来就是6.3米 最高是雨量到77米 那么造成了这个 这个 有崩塌 然后转成屠实流 好 是死了 差不多1500人左右 全灰315 那我到先例去看 请看下一张 这个 它叫三眼玉 这是另外一条 主要是说 从这边 它上面还有一个支流 就是 就是 这一带 就是它的 这个城镇所在 那 我去看的是 在这里 这 它上面还有一条支流 这两条支流 加起来 总共有7座的防沙坝 防沙坝 在这个地方的防沙坝 说起来 你不敢相信 就是厚度 它的宽 不是长度 就是大体的厚度 大概都在十几公尺 非常厚实 高呢 大概 超过地表 大概也将近7到8米 然后长是很长的 因为这个 都有了上百米长 是很大的一个土方 可是 这个表面 它里面没有钢筋 也没有混泥土 就是把当地核专的土 都融起来 变成一个土蹄 然后 表面 再用这个 这个 水泥 敷起来 就 看起来 像一个坝 里面 是 就是 图石而已 结果 我们看完了 我说 嗯 这个应该是 类似 这个 天然坝 也是 烟塞的 会觉 别了 像温雪球一样 就 就一个坝 饭了 然后把他的水量 跟他的土方 累积到下一个坝 连续这样下来 才有可能 啊 这么一点点的 一百米里的雨量 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那我 我就开会的时候 我就说 这是人为灾害 这不是天然灾害 结果他们说 谢谢教授 请你不要这样讲 我说 对不起 这就是灾前的 这是灾后的 好 请看下一个 这是他的整个积水区 这个整个积水区 那这里是他的这个 这个聚落 聚落 实在看不出来 因为你怎么去看啊 你就不觉得他会有那么大的流量 那如果他不见那七座防叉霸 也许他下雨就慢慢流出来也就算了 可是他就形成了类似这个天然霸 会决 而且还不是一个天然霸 这连续七个天然霸 全部都溃 请看下来 啊 这个也是啊 就是刚刚的那个中曲 好 再看一下 再来 巴西 里约的热内炉 在巴西的东 东部这边 滨海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光区 一天下来 一百四十四米 造成了一千多人的上升 原因在哪里啊 像这样的当然是 建筑物没有管制的发展 还有基础还是不良的 请看一下 他的上面有这些崩塌 看起来是非常虔诚的 当然就是看起来两米左右 这两三米的虔诚的崩塌 然后下雨呢 行程图诗 然后把这个 这些河谷里面的建筑物给掩盘 请看下来 你看 为什么会 房子会建到这种地方去呢 这个比台湾 感觉上还要过分 这个过分 但是跟 跟什么很像 跟今年的广岛的灾害 有一点类似 就这样的坡路 也可以建房子 也可以开补下去了 希望水宝局呢 都尽力不得是这样的做法 好 请看一下 乌干达 在非洲 这个年雨量 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调节 所以年雨量还算大 10公斤的崩塌面积 27万桩 死亡大概是480几个 连续6天下了211厘 好像也还好 211厘 还不到张老师的黄色警戒 但是 在非洲死了这么多人 请看一下 这个 这些都是松产的 净乎就是土壤 土壤 有土壤 当然他们房子的 这个脆弱性也比较高 再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再看下一个 台湾的高雄小林村 这个我想我就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要讲莫拉克 莫拉克肯定啊 会是成为台湾水土保湿 防灾的一个转类点 我记得土石流 算是在台湾的一个防救灾正式的 这个受到重视 研究也受到重视 土石流这三个子 大概民国79年 欧菲利 华莲的欧菲利台风 同门村事件开始 到了85年 赫波台风 在南投 沈沐村那这些地方 就变得 大概全国 所有人都知道 土石流的三个民族 到了 莫拉克我要讲 就是莫拉克的深层崩塌 就这个国家 大规模崩塌 加淹水 加土石流 加淹塞户所形成的 复合型屠杀灾害 或复合型灾害 会是莫拉克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 一个大自然的提示 或是警告 这有几个关键的灾害 我觉得莫拉克 是一个关键灾害 那请看下来 那这些我想 我就跳过去了 这里有黄色警戒 在这个8月8号 当晚就发了 然后8月9号的凌晨 才发生这个小林村的沿埋 差了蛮长一段时间 你看一下 那这个是灾钱 这是灾扣的 那讲到这个 刚刚看到刘正谦刘教授的那些 以下处理啊 我觉得真的是科技 非常非常的进步 有先进 那再看下一个 那这也是8月8号 我就跳过去了 啊 啊 第七是在 也是在印度 啊 在印度的这个地方 刚刚是在印度西德里的东北边 现在是在 那印度的这个西西西部海岸 啊 土方啊 滑动大概4.5米 升 14多啊 啊 失踪价钱250几个人 啊 哎 一天7月29号下了175米粒的鱼 但是连续下了 啊 一个礼拜下了650米粒 啊 是在原因分析下 是啊 应该是连续这样也 也 有人为的国土开放 请看一下 这个啊 就是 看起来都是非常浅诚的这种 啊 啊 浅诚的崩塌 然后转化为土石流 这个再看一下 啊 我想这个就 我们再往下看 到了8 就是尼泊尔 尼泊尔在这个地方 上去就是西藏 上去西藏 底下都是 啊 印度的啊 那尼泊尔 是一个山城 啊 是一个山城 就是 年雨量1700 啊 屠杀灾害也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有550万 啊 是一个很大规模的 我们拿的 啊 死亡人数大概在156人 我们看一看底下 这就是 这就是他的 啊 我们他的一些状况 大家看 这个房子的脆弱度 也比较高啊 然后底下 造成了 烟菜壶 也造成了 下雨发电设施的 所谓 请看一下 有烟菜壶啊 类似这样 好 好 再看下一个 今年的日本 廣岛 日本这三年 从2011 12 13 14 4年来真的是大概不断 从他的东海大地震 海啸 然后河南电厂 到去年的伊豆大岛 到今年的广岛 没有一点好 广岛在这个地方 这一次死亡74人 最大日雨量257 降历强度 151 这个都 这个 新雨量算是很大的 好 我们看看他的展开状况 这个就跟那个李约的热内炉 有点类似了 就为什么要住到这样的地方 我看了他 三十年前的 大概就知道 知道这里 这一条线以上的 都是这三十年来 发展起来的 然后灾害 强度大 我觉得不大 就是原有的石沟 原有的石沟里面的东西被 被冲刷出来 并没有很大规模的 等他发生 那这些 今年累月累积的屠杀 在客床里面被冲刷下来 造成这样的灾害 所以这个 归求起来 还是比较偏人为灾害 人的都市发展 这个太过于这个强势 请看一下 这也就是他的西部的照片 请看一下 最后一个 美国华 华盛顿州的 这个 灾害是属于 马克斯 也是属于 崩塌图体 大概七百六十万方 在九到十二公里 身 后部了 宽 这样一栋均 大概一公里 死亡人数四十三人 降于 一 三月一号到四九号 连续 降了半个月以上 177.8mm 感觉上好像也不是很大 但是跟这里比起来 它二三月的平均 超过了大概 1.5倍左右 请看一下 就这个 这里有一块 是比较完整的 中间这一块 已经不太完整 后面这里几乎已经是遗忘了 看得出来 上面有它的 这里讲 上面有它的 旧的崩塌的痕迹存在 就是这样的一块 那房子有在这里 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没有的房子 而且越过了一条河 很可能是这个 河的测岸冲刷 然后加上降雨 然后含水量增加 导致这个滑动 你看底下 这个就是它的 静静 然后这里讲 这个地方 大致还是形成一个 整体性 那这个地方 已经 非常的分散 然后底下 几乎已经浴化了 好 再看底下 这是额外的 通胎里外 再介绍一个去年的 伊豆大土 就在东京万里外面 可以是一个火山 火山岛 死亡35加4加39人 它是一个火山岛 所以 这个 这个底部 那是火山 火山的这些 岩浆形成的 稍微坚硬一点 然后上面就有火山灰 火山灰的上面又有岩浆 是属于这种坚硬的岩浆所形成的东西 加上火山灰一层一层这样 列起来 那这一次的崩塌是非常的浅层 大概只有2米左右 就是2层的火山灰被刷下来 所以那10雨量 这个就很大 122点 一天800多 这也很大 就在这里 日本很少有这么大的雨量 请看一下 这个是灾前的 山顶的这边 这边是高的 这里是低的 然后这里哪有一条 这个枕油宫 然后这里是他的沉沙池 前面是一个棒 然后旁边就是这个 他们的住宅区了 结果这个沉沙池没有避得很满 大概从这座附近 上游这里就一流出来了 从这里一流出来了 那这边都是很细的火山灰 这边呢 就已经有很多的那些 火山的极坏岩等等 大的时候 就在这边 细泥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也随法局 未来以后我们做工程规划设计 也得考虑 有一些沉沉的效应 就是历经大的在坡度缓的地方 他就开始要淤积了 他一淤积啊 就造成了一流overflow 就从这些地方出来 他不会那么乖乖的顺着这里跑 会乖的只有颗粒小的 一般就是比较乖的人 跑到这里来 那些颗粒大的就在这里 那主要是在这里淤积了以后 开始overflow出来 所以这个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做一些工程上的考验 请开下一个 好 再开下一个 那这个也跳过去了 请开下一个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还有多久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身处在危险中吗 当然 我们可以预测灾害发生吗 这要问刘正谦跟张检登 大概可以预测啦 主确性也没有很高啦 我们正在努力充满 我们可以降低灾害损失吗 当然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请开下 这个也跳过去了 自灾的因素啊 大概有些还刚刚自然的因素之外 有人为的因素像印度人口快速成长 像日本啊 都市的强度发展 像盖肃 有一些这些人为的因素 再开下一个 也有气候变迁的因素啊 我讲 穆拉克对我们而言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极端气候的一个典型啊 但是这样的极端气候啊 就我们很担心它会变成常态化 那这样的极端气候常态化 它又是一个广域的 就是台湾的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面积 是笼罩在这个种雨量五百米粒以上 它们广域化有一个挑战 就是那你怎么进到灾区里面去救人啊 你的范围那么降雨范围大 灾开范围当然也大 然后你的道路全部损毁了 你中心点进不去 然后高强度常怨是这是不是这样 这都是这样 再看下来 那所以那有几个挑战 我们已经从单一形 还在海边的复合形 所以未来我们的警戒的对象在哪里 警戒基准到底要以土石榴 还是以山崩 还是以地华 是以浅层 还以深层 到底要用什么来做基准 我们的对象到底是用聚落为对象 还是以桥梁到路为对象 还是以国土为对象 国土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人为的这个保护对象 但是国土也成为保护对象 那这个就更大 所以到底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同一个区域有不同灾态复合形的话 就有它不同发生的顺序跟时间 不同的种类 那到底该怎么救人 再来就是刚刚讲的灾害范围那么大 那你怎么进到里面去 或是里面的人怎么逃出来 所以避难路线避难场所的选定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现在大概一个聚落里面就有一个避难场所 但是小年孙来看整个聚落都没有了 逃到了避难这个场去的也都死了 对吧 那这样 未来的避难路线跟避难场所是要考虑更多范围的 这个也很难的这些 好 看一下 那刚刚听了很多的统计的方法来做预警 或是用摇测的方法来做预警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 这些诱发的因子 这些灾害的机制 从物理念 从物理 从力学 从物理 从真正的原因来做探讨 这个地方也很重要的 要不然你抓不懂这个里面的真正的内在的机构 只在外面用统计 我讲的 你用的资料越多 最近叫海量 就喝多累了会够昏了 所以不是资料越多就越好 你还得钻到里面去了解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海量 我把这个里约认内如的 这个乌干达的资料都丢进来 我保证你预警进入急速下降 就是它 那环境差异很大 那如果你要从这样的 这个approach的方法 你会非常辛苦的 那当然 走这个机制这个面 很重要 统计面也都很重要 我不是讲说什么是唯一的 中药也可以治病 西药也可以治病 那只是要把它混合起来 很用的 大家看下来 最后重建的时候 这些 这个重建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重建方案的时间跟空间指路 我讲这个 重建你到底要把它重建在哪里 像小林村这个 它就把它弄到隔壁 叫土西的那个高台 那也叫做五里五 那也许也不错了 可是我知道 是花莲的同门村 重建的大到更远 结果居民又不住了 几年以后又回来 在同门村 把原来房子挖出来住了 所以这些啊 重建方案 在时间 在空间指路上的考虑 这些都很重要 这些我觉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简报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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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